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来一款海质宝出品的Beachcomber 巨浪 巨浪 在这般动画片里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个子不大的蜜金刚了 细分并不是很多啊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它的白蓝配色 以及戴着眼镜的头雕了 那么这次介绍的呢 是官方传奇级别的小玩具 人情状态下的巨浪 又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玩具啊 摇晃起来一体性还是相当不错呢 那么首先呢 咱们也就是拉进来看一下 这个戴着墨镜的头雕啊 整个的刻画和巨弹动画片里 巨浪的头雕是非常接近的 可以说这款玩具最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头雕 以及胸腹部的细节纹路 以及涂装刻画了 和动画片的造型啊 真的是非常接近了 那么脚板这块呢 依旧是一个斜面 所以A字形的站立是最合适的 旋转一下从侧面来观察呢 肩部和小腿都有车轮的一个外挂 继续向后转呢 这个背后啊 腰身包括小腿的空洞 就是比较明显了 可动性方面 头雕就只能左右的转动 而且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手臂前后旋转平举 这个幅度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 外摆内收的小臂 腰身是完全锁死的 有一个拉伸啊 使我想到了TFC的力爪 大腿根部是一个球关 这屈膝啊 特别的给劲 那么脚板呢 就没有什么可动性了 后脚跟由于变形的需要呢 可以做到向前翻的一个动作了 浪花和去浪到底哪个更浪 两个中间呢 是摆了一个 可以变成头部的小的头领战士 而这个小人呢 也是能够和这两款 传奇级别的玩具 做一个互动的 这口袋级别的玩具 变形就是非常简单 其实这种简单的变形呢 我还是挺享受的 拿在手边 随时把玩没有任何的压力 做起视频来呢 也是特别的简单和轻松 腰身拉伸是挺重要的一个机关了 而拉伸之后呢 载具形态给大家展示 它后面并没有一个盖板 所以你从正后方观察呢 这个头雕还有一定的歪漏 上部这架子把它结合起来 好了 咱们的巨浪就完成了 从人形到载具形态的变化 载具形态下的巨浪 是一台四驱越野车 摇晃起来这一体性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和浪花放在一起呢 两者在载具和人形 都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尺寸了 虽然这玩具的尺寸不大 但是细节涂装 无论是人形还是载具形态 都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了 从侧面来看呢 这车轮啊 前后中心线 这个固定方式是不大一样的 后面有一个钉 前部呢 似乎是可以拆卸的 滚动性是不用怀疑了 后面这个位置呢 有两个银色涂装 是比较醒目的 就像变形过程中提到的啊 后面这个人脑袋上面 似乎少了一个盖板啊 有些外露 这个不大美观 底部的收纳隐藏 对于这样级别的玩具来说 我觉得OK了 我们上部这个架子 可以打开啊 拿出头领战士的小朋友 但是这个小朋友 是并没有搭配在 这款玩具里面 而且这个玩具 它本身没有武器的搭载 人抽互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小小尺寸 简单的变形 这又是一款 值得推荐的小家伙 可以说在没有MP级别巨浪 出现之前 这款传奇级别的玩具 应该是市场上最好的选择了